大家好 欢迎收看《放眼中西》 几个月前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不久 为了转移国内的视线 和继续压制中国 他下令美国情报机构 在限期内 重新制作一份 新冠病毒溯源报告 画公仔当然不用画出场 拜登和他的执政团队 想要的报告结论 全世界有谁会看不出呢? 几日前 由美国几个情报机构 搞了几个月 精心制作的 有关中国新冠病毒源头调查报告撤要 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对外公布 对于拜登来说 这是一份令他和美国反华政客 非常不满意的报告 甚至可以形容为 用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报告的要点其实很简单 就是美国几个情报部门 对新冠病毒起源仍然存有分歧 四个美国情报机构 在有低度信心下 认为新冠病毒最初是由动物传给人类 另一个情报机构 侦中度信心下 认为人类感染新冠病毒的个案和实验室是有关的 有三个情报机构表示 在无额外资料下 无办法就上述的两个解释达成一致的结论 这种世界第一强国情报机构 花了几个月人力物力搞作的病毒报告 最后结果竟然得不出一个确实的答案来 实在令人提笑皆非 报告里面的所谓信心 说得白点 其实就是靠谷 你说有多儿戏呢? 美国找情报机构 做病毒溯源调查研究 对中国搞有罪推定的司马超之心 路人皆见 如果情报部门懂得病毒分析 CIA不如改做FDA 从美国今次的情报部门 盲搞病毒报告的荒谬事件 大家可以从中规看到 美国和中国在外交和国际形象方面的 此消彼长 美国搞情报病毒报告 大家不禁会问 美国的大国风范和自信都去了哪里? 对比中国的外交应对 由此至终、有理由折 淡定自信、敢于反驳 美国早已被中国比下去 从美国硬来再次警醒国人一个事实 就是若国无外交 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 是美国必须投鼠忌器 中国外交亦可以有底气 与之斗争和具理力争 另外在美国公布情报病毒报告后的 一些对话、外交动作来看 美国给人一种有精神分裂的感觉 美国既利用报告继续无理指责中国 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又打电话给中国外长王毅 要求与中方讨论阿富汗的局势 另一方面 据报美国的气候特使克里 9月访问中国 美国的一时一样 反映美国在很多全球事务上 缺乏于中国的合作 美国亦都已经无法独力达成目标 所以美国今次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 脱祸中国的图谋是偷鸡不成 反舍抓米 美国中日无理指责其他国家 是注定没有运行 令越来越多人对他讨厌 而中国外交有理天下通 与人为善 中美两个哪一个受欢迎呢 相信答案已经越来越明确了 中美国上场 感谢观看